教育机构的责任何其重大 但是却有单位做出了反教育的事 昨天我们报导 今年的四季二专统策 爆发了补习班负责人 勾结统策中心职员 篡改成绩这样的弊案 各类科竟然有六个状元都是假的 而面对这一起重大案件 教育部立刻成立了专案小组南下调查 并且要加强防堵可能出问题的各个漏洞 四季二专统策暴毙 台中市北域補习班负责人李庆云 涉嫌勾结學策中心电脑工程师董善德 创改成绩 使特定考生成为扳手 目前两人都已遭收押 今天上午教育部派官员南下访查 计算校院入学车验中心 希望往后不要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我们今天的目的是在于预防未来 有再类似的情况发生 所以我们是针对整个的一个行政管理 流程的部分 还有资讯安全系统维护的部分做了解 教育部积极师委员表示 整个方案过程是否有共犯参与 还必须由司法调查才能确定 统策中心执行长林生品则说 此次事件是属于个人品性问题 未来会加强人员管制与门禁 门禁的话 还要加一些刷卡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的话 这一个是少数人才可以 进得了的一种 一个刷卡跟钥匙的管制 那另外的话也许呢 我们的考虑就是是不是加强了 在那一段的时间 加强我们的一个职业跟巡逻的工作 统策中心执行长林生品强调 只是弊案事件是属于单一个案 不仅让统策中心受到伤害 也关系到十多万考生的权利 不过举办将近十年的统策中心 竟然还会发生舞弊事件 让许多家长大感不解 认为应该要全面检讨责任归属 不要漠视其他考生权利 记得王文雄云林报导